苏绿第一次遇到严西时 是在朝鲜精神内的大城一级馆 苏绿自幼在这里长大 母亲又曾是著名歌姬 唱功自然远在其他女孩之上 严西与苏绿不同 她是因为做车夫的父亲欠了一级馆钱 而被卖到这里的 但这并不妨碍两个女孩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 在一级馆学习多年后 像苏绿和严西这样的女孩被选为歌姬 而其他女孩则沦为真正的妓女 传说歌姬是最懂男人心思的女人 也被称为解花语 苏绿则是歌姬中的佼佼者 每当她唱起古典歌曲来时 所有的名流贵族们都为之驻足 但其实苏绿和严西都很喜欢流行歌星 李兰颖所唱的流行歌曲 最喜欢的一首名叫春之梦 由崔志林作曲 苏绿有一位心上人 名叫金云宇 两人情投意合 云宇许诺过 几年就娶她为妻 那是1944年 朝鲜正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 日本总督府警务局长 平天青很欣赏苏绿的才华 便请她下午六点去赴上演唱 三点钟左右 云宇却接走了苏绿 对她去见了偶像李兰颖 并告诉她 其实自己就是春之梦的作曲者 崔志林只是她的化名 苏绿欣喜不已 她不愿错过这个机会 便在演唱了一首古典歌曲后 向严西也邀请到了李兰颖家里 随后便匆匆赶赴总督府 当晚 平天青看中了苏绿 并想占有她 但苏绿谨记云宇的承诺 反拒了这一要求 第二天 云宇说 以后她一定会创作出 反映朝鲜人民生活的真挚歌曲 并请苏绿来演唱 苏绿答应了 云宇还给了她两张 李兰颖的演出门票 邀请她和燕西一同出席 演出那天 李兰颖决定邀请一位女孩 与她合唱春之梦 苏绿原以为被选中的会是自己 没想到 却是在异计馆里 不怎么出名的燕西 原来 那天苏绿走后 燕西在李兰颖面前 唱了一首流行歌曲 并深深地打动了她 才有了今天的合唱仪式 听着燕西的歌声 在场的人们 无不为之动容 就连云宇也有些亦乱情迷 没过多久 云宇便决定为燕西出唱片 于是 燕西退出异计馆 成为了一名流行歌手 苏绿也想演唱云宇写的歌 她却说 唱出朝鲜人民新生的歌手 只能是更适合唱流行歌曲的燕西 两个月后 燕西的唱片制作好了 名字就叫《朝鲜的新生》 她送了一张给苏绿 并请她去听自己的演唱会 剩下的则提交给总督府审查 演唱会很成功 可云宇却发现 她已经爱上了燕西 不再爱苏绿了 庆功宴结束后 苏绿买了花 想拿回来送给燕西 却刚好撞见 她正与云宇接吻 情绪几乎崩溃 回到异计馆后 苏绿剪掉长发 打扮成摩登女郎的样子 正式成为平田青的情妇 在她的操纵下 燕西的唱片被禁止发行 并全部销毁 而苏绿则成为新妓女歌手 拍出了新唱片 云宇喝醉后 袭击了一名日本军官 被捕入狱 苏绿本打算救她出来 却又得知 云宇入狱前 正打算带着燕西 资奔到意大利 不由得度火中烧 燕西前来找她 打听云宇的下落 还让她帮忙找工作 且对于背叛一事 毫无回忆 苏绿便介绍她 去总督府当临时歌手 在那里 一个粗暴的日本军官 想侵犯燕西 被她用发拆赐死 随后 燕西躲进了一级馆 多亏苏绿百般阻拦 她才没有被日军抓走 但很快 燕西便发现了 让她唱片被禁止的人 就是苏绿 她气愤不已 便离开了一级馆 刚好被追来的日军杀害 而这一切 都是平田青 为了保护苏绿而做的 不久后 云宇出狱了 但她在为苏绿写了一首 带着歉意的爱情谎言后 便为燕西殉情了 1991年 燕西当年送给苏绿的唱片 被人巴掘到 并重新被修复 苏绿假称自己是燕西 演唱了那首朝鲜的新生 但电台的工作人员 却告诉她 其实 同时期那位名叫苏绿的歌手 所唱的爱情谎言 也非常优秀 几十年的光阴恍如一梦 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是时候 该好好休息了 爱人都已离去 而没有爱情的结语花 终将枯萎凋零 可又有几人记得 她也曾是一份 无可替代的美丽